朋友们好,我是蓝河,欢迎收看蓝眼看世界 然而,他饱受原生家庭的伤害 因为吸血鬼一般的家人,他一度从天堂掉到地狱 今天,我们用十首张绍涵的代表作来回顾他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 第一,遗失的美好 1982年,张绍涵出生在台湾的桃园县 他是家里的长女,家境并不富裕 父母经营一家牛排小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张绍涵从小就到店里帮忙 12岁的时候,他们一家移民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 在异国他乡,懂事的张绍涵半工半读 长女当半个妈,承担起了照顾妹妹和弟弟的重任 这就是张绍涵的童年和少女时代 早早体验人间苦难的他,遗失了太多的童年美好 第二,隐形的翅膀 张绍涵热爱唱歌,他的嗓音条件又很突出 因此一直有做歌手的梦想 从1997年开始,他参加了许多歌唱比赛 经历了20多场的失败之后 终于拿到了加拿大中广流行之星华人组的冠军 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林隆璇 看了张绍涵的比赛录像带之后 觉得他很有潜力,就建议他回台湾发展 张绍涵听了林隆璇的建议和家人重新回到了台湾 在林隆璇的介绍下 张绍涵四处拜访唱片公司寻找机会 但不断被拒绝 这段时间,他和母亲最常做的事 就是在街头游荡 等着电话响起 就这样寻寻觅觅,翘首以盼 足足等了一年多时间 张绍涵才终于等来了机会 和福茂唱片签下了合约 但签约不代表发片 张绍涵在公司里面 哭坐了冷板凳两年 一事无成 这个时候,他心里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但没有飞翔的机会 第三,起点 2002年,原本打算成为歌手的张绍涵 被电视剧MVP情人的导演看中 让他担任了第一女主角 东方不亮西方亮 张绍涵正式以演员的身份 进入演艺圈 这一年,这一部电视剧 就是张绍涵的事业起点 第四,欧若拉 2003年,张绍涵又一次 在电视剧《海豚湾恋人》里面 担任第一女主 这部剧收视飘红 让他站稳了一线电视偶像剧 女主角的地位 他还在剧里演唱了《遗失的美好》等歌曲 让观众首次听到了他的天籁之音 《遗失的美好》一炮而红 成为张绍涵的成名曲 第二年,他接连发行了两张专辑 获得年度票选最受欢迎女新人奖 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其中欧若拉这张专辑 总销量突破百万张 将张绍涵推到了大红大紫的位置上 张绍涵在音乐领域一鸣惊人 就像欧若拉的歌词所写的一样 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 爱是一道光 如此美妙 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个22岁的女孩 开始在她喜欢的音乐世界里缤纷闪耀 走向自己想要的未来 随后三年,张绍涵就像唐诗写的一样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又发行了三张专辑 推出了大红歌曲《隐形的翅膀》 被称为亚洲百变天后 还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 成为唯一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奥运火炬手 音乐精灵张绍涵那双隐形的翅膀 终于尽情张开 成为了有形的翅膀 带着他尽情翱翔在音乐天地里 第六,潘朵拉 张绍涵的第三张专辑 以及专辑里的第一主打歌都叫做潘朵拉 潘朵拉又译为潘多拉 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 是神用粘土做出来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神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 天神宙斯给他送了一个美丽的魔盒 里面装满了邪恶的元素 包括贪婪,虚伪,嫉妒,灾难等等 潘多拉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打开了魔盒 于是所有的邪恶都飞向人间 这首歌就像是一个不祥的预言 张绍涵的走红 无意中打开了人性的潘多拉魔盒 放出了邪恶和贪婪 侵蚀了家人的灵魂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 张绍涵的母亲开始腐化起来 她大手大脚地挥霍着女儿赚的钱 出入各种各样的高档场合 还和男歌手张浩泽传出了婚外恋 丑闻传出之后 张绍涵第一时间出面护妈 帮她澄清和辩护 这个时候 她也许还不知道 自己的母亲已经悄然变了痣 2008年 张绍涵被查出心脏有问题 只好暂停了手上的工作 到国外治疗 张妈妈担心女儿身体垮掉 从此失去赚钱能力 于是在她回归之前 施展了乾坤大挪移 将她的存款清空了 釜底抽薪 这个古人用来对待战场上敌人的高招 被张妈妈用在自己女儿身上了 俗话讲 虎毒不食而 有些人连老虎都不如 张妈妈的举动 就好比是往女儿的心脏上割了一刀 还没等到缓过神来 更加灵力的一刀又来了 张妈妈给媒体发了一张张绍涵形容憔悴的素颜照 说她弃养父母 还吸毒 这样的举报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毁事业 毁人生的节奏 而如此致命性的攻击 竟然出自亲妈之手 这真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 闻所未闻的怪事 张妈妈凭借这一惊人的举动 可以毫无争议地登上史上第一奇葩的宝座 面对汹涌的爆料 张绍涵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之下 摊开低血的伤口 表示过去赚的钱都直接贿赂母亲的账户里 自己出国养病期间 母亲并没有前往照顾 回国后她才发现母亲已经搬走 还将自己的积蓄席卷一空 张绍涵含着热泪 亲自出面召开记者会 出示结果为阴性的尿检报告 证实自己并未吸毒 被自己的母亲逼到这个份上 估计是张绍涵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从这一刻开始 母女之情正是一刀两断 就在张绍涵被母亲坑害的同时 她的好姐妹范围棋 非但没有出面生缘 反而做出了落井下石的行动 范围棋和张绍涵一样 都是福茂公司的艺人 她没有张绍涵红 公司为了利益最大化 经常将他们俩捆绑 以张绍涵的人气来带动范围棋 姐妹合作的经典之作 就是2015年推出的合唱歌《如果》的事 范围棋在张绍涵的帮衬下 事业获得了明显的提升 但在张绍涵负面新闻缠身的时候 她却冷眼旁观 还接过了本来属于张绍涵的代言 她老公陈建州 直接把张绍涵的助理也抢了过去 范围棋在微博里面发文 暗示张绍涵对助理不好 让她受了极大的委屈 张绍涵很快回应 表达了对前助理的失望 而范围棋的助理 立刻动员粉丝去回骂张绍涵 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一夜之间成了塑料情 之前走玉女路线的范围棋 仿佛瞬间变脸 成了插刀叫的得力干将 张绍涵经历了亲情和友情的双重打击 这个时期 如果让她改写《如果》的事歌词 她一定会这么写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我不会带那个臭婆娘一起登台 第八 林雨衣直走 经过了步步惊心的家庭风波 和姐妹互思 张绍涵人气大跌 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然而 她的家人并没有消停的意思 2011年 她的父母 舅舅乃至外婆 联合成一股力量 携带着几百年修炼的无耻功力 找到了正在服役的张绍涵弟弟 希望通过她来联系到张绍涵 达到进一步敲诈的目的 张绍涵弟弟知道父母的尿性 担心会有麻烦 特意拉了朋友陪同 张妈妈果然一言不合就撒泼 和朋友大打出手 而且老当义壮 展示了惊人的战斗力 扯下了年轻对手的一大截头发 事后 这个朋友爆料 说张绍涵从小就在家暴音影下长大 她的父母要求女儿买房 并且每月支付新台币100万元 从此之后 舆论逐渐转为同情张绍涵 在一片人性漆黑当中 唯一的亮光是妹妹和弟弟 都坚定站在张绍涵的身边 2012年张绍涵重新出发 以妹妹为负责人 成立了个人经纪公司 重新发唱片 接电影和电视剧 在此后几年里面 她逐渐回归娱乐圈 人气慢慢恢复 她的第七张音乐专辑 《有形的翅膀里》 第二组打歌叫做《淋雨一直走》 里面有这么两句歌词 你能推我下悬崖 我能学会飞行 这个被亲妈推下悬崖的 坚强女孩 正在蓄势待发 准备第二次飞起来 第九 阿雕 2018年 春风再度吹到了张绍涵身边 她以首发歌手的身份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 热门综艺节目《歌手2018》 并担任串奖人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 张绍涵以一首阿雕寄精四作 展示了自己出神入化的唱功 在网络平台上 收获了几亿次的点击量 张绍涵特意在歌里 加了这么一段说唱 可我还是不会因为痛 就放弃希望 受过的伤长成疤 开出无比美丽的花 这个时刻 她唱的不是阿雕 是张绍涵 她唱的不是歌 是生命的灼痛 人生的升华 凭借在歌手舞台的优异表现 张绍涵再度翻红了 这一次 她的发展重心移到了内地 面对的是十几亿的庞大市场 她的未来空间 无限广阔 第十 梦里花 让人唏嘘的是 张绍涵再度走红之后 她那些奇葩的吸血鬼家人 又开始当跳梁小丑了 她的舅舅拉着她父亲 大骂她混蛋 不养父母 要她跪下认错 甚至扬言要毁了她 这一次 张绍涵没有再回应 她穿越过魔鬼炼狱 学会了用云淡风轻 各自安好的态度 面对她的原生家庭 宝剑风自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如今的张绍涵 在受尽了人间最冷酷的磨难之后 已经成长为 林奥冰雪的芬芳梅花 所以 她人生故事的第十首歌 也是压轴的歌 是梦里花 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 我也不曾害怕 天空透露着微光 照亮虚无迷惘 在残垣废墟之中 寻找唯一梦想 这个勇敢坚强的女孩 配得起所有的梦想 好了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点赞和留言交流 这是对我们创作者最好的支持 看遍大千世界 看尽百味人生 我们一起蓝眼看世界